西子乡长溪之前因为有部分河段、土石、摊坊影响河道 在地方的陈情之下 市府农业局已经完成了河岸工程 但是最近在上游段也开始摊坊 今天医院抓领服务处就到现场与农业局以及里长进行会刊 希望能尽快进行改善工程 西子乡长里的乡长溪之前就进行过河岸工程 避免土石继续崩落 但是在上游段没事做到的部分 最近也开始有坍塌的迹象 里长苏后土以及地主苏先生就担心 如果不赶快修复的话会阻碍河道造成意外 之前都没有河岸嘛 后来河岸盖好之后 那有一边因为它有水泥 比强度来讲另外一边 我们这边没有 然后水太强就整个冲掉了 冲刷之后整个就坍塌 就担心整个都后来都整个流掉 整个那个整个田就整个越来越 整个流掉之后变成那边也危险 然后那个厢长小区还在崩塌了 拜托我们的义冠丹 再来跟我们家庭做起来 才不会再崩塌了 地方以及里长就向议员周耀林服务处 陈勤并在今天进行现场会刊 服务处主任表示 已经要求全责单位农业局 要尽快进行修复 预计最快要明年初就可以进行 前面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还有这个 这个 后半段 都是前年做的 那现在因为又产生 前面又有塌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荣卫局 来帮忙 承办人已经答应说 到明年有经贵的时候 再来施作 荣卫局也表示 厢长期这一段 确实摊坊的蛮严重的 回去后会研议 会尽快想办法来进行改善 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建峰将细长报道